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葬连羊 野牦牛 葬野驴 人间净土 动物乐园 奔跑 跳跃 猛吃奶 高原精灵 真诚守护 今天 我们就带大家走进生命高原 可可西里 你好 欢迎收看绿色时空 我是李薇 第一次知道可可西里是在电影里面 从画面亮起的那一刻 我就被这种荒凉感所吸引 高寒缺氧 环境险恶 令人望而生畏 就在这新年之际 何家团圆的日子里面 依然有这样一群生态英雄 日日夜夜地坚守在这里 而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守护 这个地方才真正成为了 野生动物生活的乐园 这次我们的试日组就来到了藏立阳的故乡 带您去探寻生命高原 可可西里 冬季 室外温度零下三十多摄氏度 一大早 索南达解保护站副站长龙舟才家 便开始了一天的第一项工作 汽车维护 别看这个工作不起眼 在这里 车是生态保护员们 生命安全的重要保障 要车坏掉那些的时候 你可以自己可以把车修好 然后自己可以把车开出来 因为可可西里里面的话 你要自己把车开不出来 那就危险 龙舟才家今年29岁 在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工作已有13个年头 可可西里每次进山都是一种危险 一种经历吧 每天的早上八点钟出发 到晚上的八点钟 一直都在车里面 每次都是看这个白摸摸 然后就吃喝这个凉水 然后有时候就是路边 就看见雪的话就吃点雪 就这样走 所以就对胃啊 这些身体啊都很大危害 可可西里 世界第三大无人区 这一片4.5万平方千米的土地 对人类而言 是极为荒凉的生命禁地 但就在这片平均海拔 4500米以上高地上 栖息着高原精灵 藏羚羊 野牦牛 藏野驴 等珍惜野生动物 来这里的很多人都是过客 但他们却是对这里最常情的人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寻了多少次山 但是也特别喜欢寻山 也特别喜欢跟这些兄弟一块去 因为每次可可西里进去都是一种挑战 所以我也比较喜欢这个工作 一场冬雪过后 可可西里草原 与昆仑山玉须风连成一线 残酷的荒野一望无银 冷风在这里少有遮挡 山地积雪在寒风中洒向草原 除了蓝天和野生动物 在生态管护员眼中 一切都是白色的 因为白茫茫的一片 然后后面的话也容易把这个眼睛弄伤 但是对于这个高原来说的话 多下点雪的话 这个肯定是更好的 十一二月 天寒地冬 很多动物进入冬眠 但对于藏林羊们来说 现在是他们繁衍生息的重要时刻 他们穿越青藏公路 青藏铁路聚集在一起 同时 这也是管护员们冬季最忙碌的时候 现在不是刚好藏林羊这个交臂季节吗 所以藏林羊的种群的一些数量的根绩 你看这一群的数量的话你看 一头公羊子 吃六只母羊 你看 那是一群嘛 这边是 下面还有两群 这个等会那个盆子上都数一下 做登记 雄性藏林羊 又被称为独角兽 这是由于他们的两只脚非常匀称 从侧面远远望过去 就像一只脚 交配季 雄性藏林羊开始了一场又一场的对决 物竟天择 强者才有交配权 弱者只能默默养伤 甚至成为其他食肉动物的口中餐 还有一个公羊 有可能是狼吃掉 有可能是狼吃掉 要么就是这几天交配季节 这个藏林羊这个打斗都比较厉害了 所以可能打斗死掉了后面被狼吃掉 要么就别的一些动物吃掉的 狼吃掉的话 狼肯定会把他的脖子会吃掉 然后头会带走的 所以这可能是打斗中死掉的 你看这个旁边都是一些动物的 一些爪子印子 应该是狼的印子 这应该是死在了五天前死的 因为这块你看还是红的嘛 虽然晚夕 但管护员们觉得 这才是真正的苛刻稀里 绿色时空正在播出 藏林羊的鸡颈 野猫牛的坏脾气 藏野驴的善于奔跑 狼 松熊的凶猛 每种动物都以自己的方式 在严酷的环境中求得生存 相比于在海拔四五千米的地方 走起路来都很费劲的人类来说 这些野生动物才是苛刻稀里真正的主人 查看完这只雄性藏林羊尸体 光护员们会做好登记 像我们雄护当中要是发现这种死亡的这种尸体这些的话 我们会拿到局里 然后上交道局里 然后局里会统一地去管理这些东西 带上藏林羊尸体 他们继续悬护 突然 车停了下来 所有人都紧张起来 他们赶紧下车 不断地查看着地上的车者印 除了上次寻护留下的车者印 雪地上又多了一条 难道有人没有经过许可 私自进入了保护区吗 又或者有人在里面进行了非法活动 所有人的神经都紧绷着 要是真的有车子印的话 我会往前可能往里追个两三公里 然后再看 他要是往里再进的话 那我们就只能回来 回来以后给局里打电话 因为我们一辆车不敢进去 因为他们有车的话 那肯定是两辆三辆那种的车会进去 到底是不是有人私自进入了保护区呢 经过一番查看 龙舟采家心里有了底 这是上一次这个寻山队走的那个印子 然后他们现在还没出来 他们要出来的话就有新的印子了 主要是我们就看这个下雪了以后 刚好辨别有没有新的车子印 然后不下雪的话 就看这种的路上走过的时候 看看我们自己的那个车印 就能认出来刚走过的新车的车印 虚惊一场 原来是寻山队员进山留下的车折印 在此我们要提醒电视机前的您 未经许可 不得非法进入苛刻西里 这样不仅是对自己生命安全的不负责任 如果有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 还会受到法律的惩罚 忙碌了一上午 管护员们得抓紧时间 回到索南达杰保护站 这又冷又累的 回到屋里烤烤火 吃顿热饭是很重要的 难道管护员们的午饭只有牛奶吗 他对这个小藏羊照顾特别好 所以我们叫他养爸爸 我们是养叔叔 原来这是在给小藏羊羊准备午饭 有时候我们觉得 这个小藏羊羊的活饰 比我们的活饰更好 有时候龙州站站说 就算自己饿了 也不能饿小藏羊 您可别小看这些牛奶 它们可是从两百多千米外的 格尔木翻越昆仑山运送过来 而且要慢慢熬煮 不能太热 也不能太凉 来到可可西里 我们的摄制组 还没有近距离看过藏羊羊 您会不会也很期待呢 那我们就跟着管护员们 一起看看去 刚进围栏 我们的边岛就被小藏羊羊包围了 并不是因为它魅力有多大 而是因为手中这一瓶 热乎乎的牛奶 第一次进去摸小藏羊羊的头 都过来了 来 像这一只的话 它是多大了 它有几个月 都一样大 这是它吃得好吗 一直长这么大 吃得好 吃得好 它一直在抢 换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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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小的来一点 摸一摸 还是它最能吃了 在我们的印象中 藏羚羊是只可远观 不能靠近的动物 而如今 我们的边岛也摸到了藏羚羊 还给它们喂奶 用它的话来说 就是人生得到了大满足 这时 一只小羊 蹦蹦跳跳活跃起来 龙舟站长告诉我们 这是它表达快乐的一种方式 但细看 跟藏羚羊长得还不太像 这是藏羚羚 藏羚羚 咱们不是说还有一个黄羊吗 就是黄羊 这是黄羊 黄羊 然后这个黄羊 当时是怎么过来的 这是古地上的 在路边捡到的 受伤的 然后拿过来 我们一直 就是在这边饲养 它这个有名字吗 它 我们现在叫它 军军 军军 然后因为是部队的 都送过来 所以我们叫它军军 对 然后其他的 有一只羊叫布鲁是吗 我们听说 是哪一只 是那一只 这一只 就是长得最大 叫布鲁 然后您叫一声布鲁 那位听到吗 不会 因为现在我们不是太 经常不叫它 因为我们为了 给它以后野化子 因为现在 你叫它军军 它经常过来的话 那就对人太亲近了 就是不好嘛 以后 一两个月后 这些小羊们 将被转移到旁边 更大的场地圈养 一个月大 一个多月的时候 就在前面有喂 然后两个多月 到三个月的时候 我们就会在这儿飞 然后后面到了 五个月了以后 然后我们就会放到 那个大围栏里 牛奶就不喂了 开始 让它自己自由去活动 然后让它自己习惯 这个吃草丫这些 虽说这几只藏羚羊 年龄差不多 但是个头差距 还真是挺大的 您看这只 其他藏羚羊吃奶的时候 它躲在一边 很害怕 不过 现在 它有了最信任的人 对 就是它 老它就是 刚开始我来的时候 它就是总是吃草 不跟我们亲戚 它也不吃奶 就是最后 它就天天跟着我 我喂完也养之后 它们就会站着我 一起跟我玩耍 竹嘎采集 是2018年新招的 女性生态管护员 生态寻护 特别是寻山 对于男性管护员们来说 都是身体和心理的 极大挑战 对女性来说 将面对更多的不方便 但卓嘎采集 却非常相望 他们跟我说过 寻山的一些途中 就遇到的问题 以及困难 也是在途中 很多不方便 还有很多就是艰苦 但是我还是挺想 体验一下的那种生活 毕竟到这里寻山 是一件非常特别的活动 我觉得 所以我也挺想去体验一下 来到索南达街保护站 一个多月没有离开 提起家人 竹嘎采集 调皮地对我们 磨起了眼泪 挺想他们的 我可以擦一下眼泪吗 不行了 风吹的 太刺眼了 就是天气有时候 特别恶励的时候 我也没跟他们说 怕他们担心我 默默坚守 苦中作乐 年轻的管护员们 把青春留在了可可稀里 没到可可稀里之前 达才的愿望是做一名歌手 那时的他留着长发 经常在藏族茶馆演唱 我把我放到这 因为唱歌这个事 它不是一辈子的饭碗 然后让我到可可稀里去 第一天是开会 然后下午开完会以后 一下去把我的头发也剪掉了 要把我的头发是正常 大概是到这个地方 达才的父亲 是可可稀里第二代管护员 他深知可可稀里 需要更好的保护 他说没事 你到上阵去 站上去 你们的龙站上一起去 到站上去 你个人没事 你喜欢唱歌没事 你在站上随便可以练 当时我在站上的时候 我也没放弃 我一直在早上就是练 一直唱 来到可可稀里 达才便喜欢上这里 卷山 草地 藏羚羊 都成了他的忠实听众 那就是青藏羚羊 五六月份 搬头燕成群结队 可可稀里活泼起来 藏羚羚羊也到了产仔的世界 他们来到大产房 卓乃湖 产下后代 索南达节保护站的小羊们 慢慢长大 慢慢独立 慢慢适应野外的生活 每年 藏羚羊穿越青藏铁路 青藏公路到卓乃湖禅宰的时候 也是管护员们跟小羊们告别的时候 有点不舍得 因为从三个月 从小就自己养着 养着跟自己的孩子一样 后面放的时候有点不舍得 但最后它终归还是属于大自然的 所以我们还是也希望它能回到大自然 让它自己去繁殖下一代 缠载季是管护员们最忙碌的时候 但这也是他们最激动的时候 每次大家都会背上一些牛奶 然后拿到山里面去 然后害怕就是遇到这些小藏羚羊 这种受伤的呀 母羊和小羊失散这种 寻山是要搭帐篷住嘛 晚上它就会钻到被窝里 然后就会跟我们旁边就一块睡 2002年 在爱心人士的支持下 藏羚羊救护中心 在索南达节保护站建立 队员们成了名副其实的 羊爸爸 羊妈妈 十几年过去了 这个世界上海拔最高的 野生动物救护中心 共救助野生藏羊三百余只 从2006年以来 可可西里保护区 再没有听到盗猎的枪声 藏羚羊种群数量 从最初不足2万只 恢复到7万多只 长车走在109国道 坐火车穿行在青藏铁路 隔着车窗就可以看到 藏羚羊悠闲的吃草 嬉戏 这一切都归功于 现身于可可西里的 那些可爱的人们 绿色时空正在播出 我想象的就是 可能作为保护区 我可能看不到动物 但是在路边 我看到很多动物 就感觉保护得特别不错 但是在2006年以前 提到可可西里 人们想到的关键词 是盗猎 速杀 有一次 我们是两辆车出去巡护的 巡护以后 走到下午 突然然后碰到盗猎分子了 三个人面对一个盗猎团伙 每个人心里都打着鼓 往前走 自己的生命会受到威胁 往回退 更多藏羚羊 会倒在盗猎分子的枪口下 但詹江龙和他的战友们 丝毫没有退缩 直接冲了过去 我们检查枪的时候 那枪里面的话 子弹已经上膛了 当时的话我们也 突然遇到了以后 也没想那么多 后面自己一想的话 确实有些后发 如果要是当时的话 人家开枪的话 那可能的话 自己现在的话 可能已经完蛋了 他们是幸运的 滚护员的勇敢 盗猎者的胆气 让詹江龙三人活乐下来 现在他打算让20岁的儿子 跟自己去寻一次山 让他多体验一下这种 一个是高山反应 还有那个里面的话 寻山路上的那种艰辛 让他做一个体验 我想的话 应该对他以后的成长也好一些吧 有人说这个父亲狠心 但在张江龙心中 这才是最真切的传承 柯格西里 从建局到今天 已经经历了21年的风风雨雨 经过大家的努力 目前已经成为 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 那么下一步呢 这个柯格西里 已经整体化转到 三江源国家公园 成为三江源国家公园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柯格西里的守护者 我们有决心 有信心 把这方净土守护好 同时希望 关心关注 关爱柯格西的人们 继续关注这方净土 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 保护好这片人间净土 没有枪声 柯格西里 静谧 祥和 自在奔跑 藏林阳 昏快 矫健 真诚守护 管护员 认真 接受 十几年 藏林阳种群不断扩大 十几年 一代代柯格西里人 接力前行 这里承载着大自然 最原始的面貌 也珍藏了人类 最纯真的本性 生命高原 人间净土 怎么样 看到我们的节目 会不会对柯格西里 有更深的向往 对管护员们 有更高的敬意呢 但是在这儿 我可要提醒您 没有相关部门的许可 您可千万不要 非法进入保护区 保护生态 爱护自然 让我们给这些 可爱的高原生灵 留下宝贵的生存空间 好 前来的公告节目内容 请观众我们的 官方网站农事网 农事网的官方 微博 微信 还有移动客户端 当然你可以通过 央视网查局浏览 感谢收看绿色时空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